我那么爱你 我为你放弃了所有 你为什么假装不认识我 你是个疯子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小叔你应该没结婚吧 难怪如此不解风情 那当然是因为 我想让柏阳 感受到我对他的心意了 你好得很 多谢小叔夸奖 那麻烦小叔在柏阳面前 多美养我几句 都在呢 柏阳 柏阳 我今天给你准备了饭菜 可是没想到小叔在这里 都被他给出了 小叔 这都是玉儿给我准备的饭菜 您怎么能抢侄子的东西呢 怎么 如今我残废了 连秦家的一口饭都吃不上了 是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父亲要出征的时候 临走前千叮咛万嘱咐 让我一定要好好照顾您 别说一口饭了 您说东 我哪敢往西啊 我就知道 还是柏阳最孝顺 是 这都是应该的 玉儿 来 以后多给小叔做几顿 好 以后我一定跟柏阳一起 好好孝顺小叔 玉儿的手艺是真的很不错啊 我很久没有吃得这么舒坦过了 玉能 玉能 在哪儿见过温玉能 玉能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是谁 温玉能是谁 你为什么这样叫我 玉能 你 你在胡说什么 我是你的未婚夫啊 你在干嘛 我可是秦家的少奶奶 柏阳 她这么诬蔑你妻子 你做丈夫的 是不是应该问清楚 您说的是 柏阳 你得替我做主啊 告诉我 你在哪儿 什么时候见到过玉能 一个月前 玉能和我说了分手 她说她永远爱我 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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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么爱你 我为你放弃了所有 你为什么假装不认识我 你是个疯子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放开我 你怎么能说不认识我 看来 这个叫做温玉能的女人 也欺骗了你的感情 她在哪儿 你知道她的下落吗 你问这个做什么 不关你的事 我可是你的妻子 怎么不关我的事 你只是我放在家里的一只花瓶罢了 认清你自己的位置 跟我来 我们好好聊聊温玉能的事 玉能 玉能 我是书役